大家好 这些主要是反馈一下固态硬盘的提问 现在笔记本主要是配的51的固态 注定是不够用的 普遍的需求也集中在1TB NVME写的M2口的固态硬盘上 我一共准备了11款 三星的970EVO Plus 三星的980 三星的PM981A 国产的智态PC005 这个是长江存储的 凯霞也就是东芝的RC101T RD201T 金车顿的A2000和KC2500 系数的SN750和SN550 英特尔的670P是唯一一个QSC颗粒的 这些硬盘除了三星的PM981A 全部是五年质保 三星这个是零年质保 PM981A是OEM的货 不是零售的版本是没有质保的 基本上都来自于拆机 拆品牌机或者笔记本 其实就是二手货 当然也会有一点点从品牌机厂家里面流出的 硬盘的主控没什么好说的 大多是自家或者汇荣的 颗粒除了金士顿 基本上都是自家的 硬件上有明显区别的是这三个 是没有DRAM的缓存的 DRAM缓存就是内存颗粒容量小 但速度很快 我们今天横比的从0到512兆到1G的都有 理论来讲越大越好 但也关乎公号 硬盘最关键的是可靠性 一些刷下线反修率极高的品牌 不在我们横比之列 比如说阿斯什么光什么 漆什么影什么 还有貌似品牌机的脸什么会什么 都是反修率极高极高的 实测的平台是一个联想的拯救者的R7000 它有两个M2口 如果用一个台式机我会方便 但是不能足够的模拟笔记本的环境 因为很多笔记本内是没有散热片的 我也拆掉了散热片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是 YZZZDN这六个字母 我们会经常开车一些笔记本和DIY台式机 DIY台式机从1000多块钱到1万多块钱 不同的方案都有 大家有自己的方案也可以联系我们的网店客服 先来一个全家服 我们讲DRAM和模拟的缓存区是两码式 模拟的缓存区在存储的颗粒里面 我们先讲解一下主控在这个里面 这是三星自家的主控 在标贴下面在这个位置就应该是DRAM的缓存 这两个就是存储颗粒 这个是三星的PM981A 这是没有质保的 这个是金速顿A2000的包装 然而像我们直接面对厂家的话 是这样的包装 如果是零售就加一个这么一个包装盒 A2000是自封的颗粒和缓存单面 这是金速顿的KC2500 居然发货发错了 发了一个250G的 背面有一个南亚的缓存颗粒 双面是不利于装在笔记本里的 金速顿的KC2500就没法比较了 首先淘汰它 这是西数的蓝盘 SN550 闪迪被西数收购了 这是闪迪的主控 单颗粒一T 背后是单面 Intel的670P 页面上是没有缓存 15是一个226G的主控 南亚的颗粒的缓存 两个存储颗粒单面 三星的980也是单面 西数黑盘也是单面 今天唯一一个国产 并且是国产的颗粒的固态硬盘 姿态的主控是SM2262 南亚的缓存的颗粒 凯下的RC10自家的主控单面 凯下的RD20自家的主控双面 三星的970EVO Plus单面 我看了一下电路板 应该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这两个和PM981A 现在就剩10片 顺序的我随机 R7000有两个M2口 把主硬盘移到了左边来 我先看一下金士顿A2000 通电两次读取5G 金士顿A2000的跑分 其实也还可以了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只打算跑200G的混合模式 因为正常的使用 我们不会超过200G的持续的读和写 大概是在150G出的缓存很夸张 环节温度是19.4度 读的曲线很奇怪 写入很好 而且出了缓存以后 还有500M左右的写入 硬盘现在是69度 难道是温度撞墙了 读的速度能关乎你游戏的载入 或者软件打开速度 用A64看的是美光的颗粒96XTLC 三星的980读写都是0GB 三星980的跑分好于A2000 大概在160几集出的缓存 出了缓存以后500M不到的速度 读的速度也很好 持续保持在三季度 温度67度 现在最高70度 会掉一点速度 姿态的跑分 跑分是缓内 我们看一下实际模拟 正如我担心的 温度是比较高的 现在73度了 缓存区小温度也会撞墙 刚刚就撞墙了 它反复的撞墙 很可惜 如果是台式级做好散热 那一定是一个好盘 中途最高的温度75度 刚才最后也报错了 在台式级上 如果做好散热贴一个散热片 写入持续在700兆 读取再持续在2.5G 这个速度就很好了 这是西数黑盘的跑分SN750 西数黑盘非常强 缓外也有1.7G左右 82度也没掉速 三星的PM981A 这是0GB的读写 PM981A的跑分 三星的速度很好 但温度也高 撞墙了这里 日常使用的像这种高负荷 是很少出现的 英特尔670P的跑分还不错 英特尔的缓存蛮大的 为什么是这种曲线呢 缓存大速度好 但出了缓存就完蛋了 比660P要好很多 温度最高73度 这里掉过一次速 这是凯霞RD20的跑分 开始的速度很好 随着温度增加速度再降低 总的来说这个速度也不错了 但是这是双面的 游戏本还好 注定很多轻薄本是没法装这个硬盘的 西数SN550的跑分 好像这个硬盘是最稳的 69度还没掉速 温度最高去过70度 只有一个小小的小缺口 这是凯霞RC10的跑分 出缓存以后 6700兆的速度 现在75度 温度是它速度也降 控制的很线性 像有一些硬盘会夸插一下 掉下来 它没有 刚刚最高去过78度 就这样的曲线 是温度的影响很明显 我们平常的跑分软件的时间都很短 一般跑的是这个部分 三星的970EVO Plus跑分上看 比PM981A要好一丁点 三星的速度很好 但主控和颗粒的温度很高 已经101度了 这种温度和速度 如果在台式机上做好散热 那肯定很好 但是这是笔记本 一定注意条件设定 我们讨论的是最适合装在笔记本里的硬盘 而不是硬盘的极限性能 本身的性能 一个一个过一遍 首先拍出RD20开下 根本无关乎性能 它的两面颗粒就一票否决了 R7000是一个游戏本厚度足够 它都已经个到了 那轻薄本就更不推荐了 三星的970EVO Plus是最贵的 1300多块钱 划不来 注意重盘浪费了 温度也高 有的笔记本的地壳是金属 你可以用导致贴 把温度传给地壳 这样子 你可以考虑用它做主盘 而不是重盘 三星的PM981A和它一模一样 优点是便宜非常多 很大的缺点是根本没有质保 不过三星很少有坏的可以赌运气 姿态的PC005更多还是推荐台式机用 西数的SN750黑盘很好温度也高 但不掉速 缺点是价格鬼周围虫盘太可惜了 而且西数还没从冷数据们 不能个人送保的阴影中走出来 西数的蓝盘SN550温度速度 价格都是平衡点 反修率也是极低极低 它其实是我个人非常推荐的 只是它刚刚被所谓的敲打过 推荐它是政治不正确 金属的A2000便宜温度和速度都还好 质保很方便 在中心城市都有多家服务站 总体的品质和反修率没什么问题 这某一些时间点上会有些自封的颗粒 A2500我不推荐 但是你可以考虑 英特的670P是我非常诧异的 完全不是QSE的表现 660P你们应该记得非常差 它的模拟缓程区非常大 日常的使用 它完全可以覆盖掉 跑分和使用感受它不是QSE 但它还是QSE 结合价格 我是不推荐这个硬盘的 卡侠大C10便宜 性价比高 但温度太敏感 反复的降速 如果作为主盘或者重度应用 那不推荐 三星的980是我很意外的 温度和速度都很好 价格也还说的过去 800多 不是那么敏感于价格 也可以考虑 最后很遗憾 KC2500居然发错 我已经给退回去了 钱也退给我了 如果要一句话的答案 作为重盘用的话 首选新手蓝盘 其次是三星的980 做主盘用的话就是SN750 之前我们作为硬盘的开车 收获了很多恶意的对待 比如说拆封以后再退给我们 或者发出以后 它拒收或者半路上退款 开车只这一丁点碰到一个得很多单去拉平 本来是好事 结果变成坏事了 那只把这10片硬盘做折价的回血处理 这10个硬盘的 每一个都有几百季的读和写 不介意的话 可以在淘宝的首页搜中正评测 可以找到我们 新店以后搜回血 可以找到这些硬盘 找不到就是被买了 这些所有跑分和截图 在我们的公众号里是YZZZDN这6个字母 有什么想让我开箱的笔记本 可以在公众号的最新一篇文章后面留言给我 最后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开车的各种DIY主机